对镜头秀出灿烂笑容 站在翅膀装住艺术前合影 在百货公司担任精品柜子的流星女子 仅仅30岁年轻生命 因为一场车祸让她到天上当天使了 事故立点就在贵山区 正兴跟西市湖路口 这有桃园独创的交通辅助告示牌 简单来说有箭头能直接左转 没箭头能左转但要注意对象来车 红灯就是完全不能动 家属指控车祸噪音就是路牌射击 这边的路况结构它又是很多的山坡路段 然后很多如果是下山的 就是都是直接就是冲下来 或许可以去思考说 车少地方去等车多的地方 上下班的实相是可以调整的 我现在站在的地方原本是有带转格的 但现在已经划起了红线 不过还是有民众来这边带转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机车左转专用道比较小 又设计在中间 今晚彪宇说可以放心左转 但真的可以放心吗 那边的车速比较快 这边刚好有一个小下坡 那如果说从这边的话 如果在小片 我是从这边两段是会比较安全 目前这样的交通辅助牌 在全桃源共有260处 数据会说话 其他路段明显降低事故发生 但这个路口设置后 却多了7件交通事故 部分的道路呢 那因为受限路行跟路幅宽度不够 没有办法布车左转专用道的时候 我们就会踩公用车道的方式 那也会搭配绿灯那个提早开启 或者是延迟熄灭的一个方式 让左转的一个车辆 可以顺利的通过这个路口 家属强调一定会申请国赔 像这样的两面交通问题 却有人抛出反而危机 机车歧视的生命安全 民众能不能接受 有没有落实宣导 恐怕才是最大问题 TVN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